这三个档一次拖拉到我们的那个Photoshop里面 特别注意,这边有个同学刚刚有问到这个DB 这个DB实际上就是它的缩图的资料档 那只要在Windows里面都会产生 那你不要管它啦,反正这个档你不要理它就对了 OK,那把这个档,这个是缩图的DB档 OK,它一定会产生的,那不要理它,直接拖拉过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的这个是完成档 然后这个是原始档 原始档跟,你会发现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就是这个鸭子它哪边改变呢 因为它很大的颜色,还有尾巴,两个地方 所以要怎么做,这第一件事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在底下加上一个 像那个底下一个连衣,然后最后就是加一个旋转的底图 这个旋转的那个图的话背景图本来是一条线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变成像这样的一个绕一圈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题目里面都有提到啦 所以我们分别来根据这个题目来做 首先第一个先把这三个档先把它开起来 然后呢使用什么,使用异化 特别其实它题目里面都有教你怎么去做这个效果 它是一个滤镜 里面的异化 所以功能大概这边就有 然后呢它说修饰鸭子的眼睛跟尾巴 而且必须柔和自然 跟结果档越接近越好 当然越接近越好 不过你要真的做到完完全全一模一样 还真的有点点困难 等一下我示范给各位看 比如说像眼睛大概这么小 那要点几次才刚刚会这么小 其实这个你可能要试一下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的尾巴 这个尾巴反而最难 为什么应该在总共有123一直到什么 总共几个呢 往上翘有几个 总共12个 其实我算过12个 所以你要往上翘你可能要刚好12个 第二个呢角度 可能尽可能 有没有往这边长 有点像是 那个什么 这形状像什么 马卡龙 马卡龙 OK 马卡龙就是这样子 好没关系 反正就知道 它原来的样子就长这样子 就是完全平滑的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第一个 在滤镜里面 找到叫做异化 所以其实蛮好找的 这边有一个叫异化功能 那这个异化功能 你把它点击下去 它会另外跳个视窗出来 那这个视窗里面 不外乎就是一只手 这个就弯曲工具 然后往下找 其实我上 之前有那个demo给各位看 就是说这边有所谓的收容工具 跟那个膨胀工具 那所谓收容就是我们现在 要把眼睛变小的这个功能 当然你眼睛要变 除了眼睛要变小之外 嘴巴怎么变小 可以啦 反正头哥变小可以 那只是说 我们假设我们主要的是希望 把那个眼睛变小的话 那再怎么做 眼睛变大是这个膨胀 那特别最低一个 请你直接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收容工具 设定好之后 第二个注意一下什么 它的所谓的笔刷大小 还有呢笔刷的密度 还有笔刷的频率 这个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 那当然如果你做错的话 你可以把它复原 重新再来过 那么来试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先不要调整 直接笔刷大小100的话 把游标中间有一个十字 把它点在那个眼睛的中间 那我先从哪个眼睛开始 这个好了 这个有点偏 好这个中间的地方 记得点中间 然后快点大概十下 12345678 9 10 10 差不多了 有没有 OK 那特别注意 你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十字的位置 你不要点歪了 如果十字点歪了 变成这边缩小 大概感觉就可以了 那按一个十下 好OK 第一个 够不够小 其实你可以比对一下云端的这个完成档 比如云端 我直接不是不是这个 我们的那个练习档 里面的202 那你可以从202 其实从云端里面去切 因为Photoshop因为现在开启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切过去 那两边稍微比对一下 尽可能越像越好 差不多了 有没有 好像还是太大了一点点 再小一点的话 你就再点两下 好 再比一下 尽可能一样 两边如果反正趋近于相 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 尽可能你做越像 当然你做越成绩越高了 我前面讲过了 练习体反正越像越好 OK 第一个 第二个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这个它的尾巴向上翘的话 那总共有12 12个 那12个这个地方怎么做 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接下来要用的 就是我们前面有用过类似水管 有点像那个一只手 有点像那个之前也是一样 这个一只手它叫什么 向前弯曲弓去 那点这个时候的话 不过特别注意 点完之后你不能直接这样弄 它变这样子 那你会想说 这好像完全不像 可是跟完成档的地方 有什么地方相似呢 其实就是笔刷的大小 OK 笔刷的大小呢 那你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按个全部复原 不过全部复原变成 刚刚眼睛又要重按 看Ctrl Auto D 看着吗 好 你就按Ctrl Auto D 就好 你不要按全部复原 如果你按全部复原的话 它连眼睛的部分 也帮你复原 那眼睛又要重做一次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你可以把笔刷 它会缩小 缩小大概多少 我大概试过 大概20到30之间 我大概试一下 大概30 那你可以怎么样 30之后 笔刷的密度也可以再修改 不过如果不改的话 我们等一下可以自己再调一下 然后呢 试给各位看 如果把笔刷改成30 在这个尾巴的地方往上 按住不要放 往上翘 有没有 一个了 对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不过你会发现 然后这个好像 它是往旁边涨 所以旁边的地方也有 所以表示这边也可以涨 六个 七个 八 这个可能密度 不过因为我密度太大了 所以你后面你会发现 涨 会有点把旁边的给 又一个挤压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这有点乱涨了 超高 有点歪了 反正这个地方请各位自己再试一下 那你可以当然往上一点点 再把它涨出来 那你可以在细部的调整 比如说30太大 对 你可以再调20 20的话 再到这边再帮它涨出来 有没有 再慢慢的 这边可以再把它涂满 有没有 把它涂满 把它看起来比较没有破绽 有没有 12345678 这边9吧 9 再10 反正差不多就可以 因为这个很花时间 11 12 有没有 不过实际做的有点失败 OK 知道意思就可以了 那请各位 因为这个需要花一点时间 去慢慢去调 所以 现意 你可以自己再针对 笔刷大小 其他还有 要笔刷的密度 笔刷的压力 等等的 去做一个调整 那如果失败的话呢 可以用这个 全部复原 或者 当你全部复原会变成怎么样 你按一下全部复原 它会变成连眼睛都复原 有没有 所以特别至于 我是建议 你如果是只是回复 前两三个动作的话 请你记得按Ctrl Auto D 它就只会复原 一两个动作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要试一下 建议 就是用那个我刚刚讲 就是说 异化工具 这个异化部分呢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 一个向上工具 比如说你可以 我的习惯是可以在30到10几之间去做变化 那按的时候记得手要往上推 反正你慢慢推会越 推越有感觉 这个其实就是手能生巧 不过要能够真的完完全全做到像那个 我们完成档这样子的一个12个 导致有点难度 因为你的手真的要蛮灵巧的 然后可能滑鼠 要加重量 对那个重量的轻跟就是重 你要慢慢要体会 真的要很花时间 久了当然你任何效果就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你网路上不知道根本有看过 那个Photoshop高手 PS高手 哇他很厉害 他那个可以快速的把印的图 处理成你没办法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这个当然是需要一点时间 好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就是 必须柔和自然 跟完成档 尽量接近越接近越好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要处理什么 图层一套用巨石状 结果呢跟最后我们看到的完成档 有没有 那其实所有的图层一指的是 底下这个 要把它做出巨石状 就是底下这个水波纹的效果 那这个要怎么做出来的 当然首先的第一个 先把这个压子先做好之后 再来怎么样呢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背景的部分 这背景我好像没有拖拉进来 我看背景应该是哪一个呢 PSD02吧 是OK 这个 好背景里面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的图层一 不过他眼睛没有打开 那要用一个叫巨石状的效果 那巨石状的效果的滤镜在哪里 点选那个图层一 滤镜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扭曲里面 有一个就是巨石状 就这个 那这个巨石状的效果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直接套用它的话 这个巨石状会变什么样呢 有没有 它会动一下 但是它问题是 它这个效果没套用 不如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样达到我们的 特别区域 如果说你要做出水波的效果 第一个呢 请你针对这个范围呢 去做选取的动作 那请你记得 一定要先用什么 选取工具 这边有个举行选取工具 把这个范围先做选取 选完之后呢 记得再用滤镜里面的 扭曲里面的巨石状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巨石状 我希望那个总量多少 巨石状的效果 这是 题目里面是 图层一套用巨石状 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总量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一个风格 我们用那个什么 池塘连衣的 这个池塘连衣状 那这个池塘连衣状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它预设的这个波纹 其实比较小 上面看不出有那个水波纹 可是你如果把它加大 你会发现呢 它的总量越多的话 它的那个什么的 越来越有那种 水波纹的这个效果出来了 那大概多少 大概90吧 90左右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就有个水波纹出现了 那题目里面还有提到 就是说有关 那个 它大概套用的 就跟原 这个最后做出来 结果越接近越好 那这个 总量 我想你可以比对一下 另外的话 它总共有多少个 这个 原来这上面有水波纹 往这个旗的部分 有点像 我们那个 这里面总共有几个 大概差不多 大概四个到五个 这边还有一个 总共五个 所以你可以发现 在Photoshop里面呢 它有一个所谓的极形 这边 它有五个 你会发现五个 这样往内 流内往外 数大概就五个左右 那你如果越多的话 你会发现 它里面越多 大概就给它五个左右 好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里面的水波纹就出来了 那我们 做完之后 记得 再把这个选取范围 把它取消选取 那记得再来就是 把你刚刚的那个鸭子 把它怎么样 扳到我们这个的上面 让它有 好像这一只鸭子 在这个水波纹上面的 这个效果出来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先试着 把那个鸭子部分先做完 然后再做那个水波纹的效果 好